这又是变形际最不幸理是最幸运女孩 被城市妈妈宠成公主 一岁时李勒游母亲去世 爸爸因重罪入狱 从此他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 一条破洞裤子穿两年 而唯一完好的裤子也要留着去学校穿 每当他想父母时 奶奶就会用善意的谎言来安慰她 我问奶奶 奶奶我的爸爸妈妈去哪里了 她说妈妈去给你买糖了 回来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大大的爸爸糖 爸爸在打工 你长得很大的时候 她就会回来 这本该每个人都拥有的爱 对她来说却成了奢望 直到她一天天长大 奶奶才跟她说出真相 她走了 她被走空气了 我不相信妈妈会忍心离开我 渴望母爱的她 不肯接受妈妈离开的事实 而爷爷奶奶为了维持这个贫穷的家庭 也不得不外出打工 于是漆黑的夜晚成了她内心最恐惧的东西 在机场 李乐游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妈妈 李乐游吗 我是打脸的妈妈 妈妈 你好 妈妈 当她终于喊出这个期待已久的称呼时 眼睛里都有了光 在车上 崔妈妈不经意间问起李乐游妈妈 没有妈妈 没有妈妈 就是 跟你平常日跟随生活呀 奶奶爷 你爸爸呢 不知道 一瞬间 崔妈妈关心的话语到嘴边却说不出来 吃饭时 第一次感受到母爱的李乐游开心的笑了 爱你多一点点哦 嗯 你妈妈是很幸福很幸福 我享受不温暖的 有很多很多的爱 接下来的几天 崔妈妈温暖的爱让她无比的幸福 妈我来啦 我滑下去了 而她那一声声渴望的呼喊也终于有了回药 妈妈 悠悠 妈妈 悠悠 我爱我妈妈啦 此刻的她仿佛拥有了全世界所有的爱 然而离别终究还是来临呢 啊 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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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